幸福有聲音 只是假不清 只要吹著手去 用心靈體 好 朋友剛好聊到妳 說妳是一個 很前出的年輕女士 沒有 那我先走 那個 其實我知道有一家 麵還不錯吃 要不要一起吃個麵 好 牛肉麵 一起走 好 好久了 我以前就這個樣子 開完庭 叫來吃碗麵 要補充體力 我就繼續努力 所以妳也藏在這家店 對 好一陣子 沒有看到振華的問題 跟這件好嗎 他們都很好 振華去參加國際華藝大賽 過幾天就可拉了 好 那你一個人現在在照顧Windy 是啊 他出國之後 我才知道 你在照顧小孩跟配小孩子玩 真的是截然不同 好 是不一樣 那你呢 你最近好不好 好 反正就这个样子 就只一天点过嘛 多少钱 那你刚才百块 谢谢 好 我来出去好了 是我说要来吃面的呢 这是我的老地方 这次我来 我去吃个面小钱 那下次 不行 好 谢谢 我接个电话 喂 怎么了 这很大 Windy发烧 怎么会这样 好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Windy发烧 我要赶快去学校一趟 你过去 好 Windy 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他快下课的时候就趴在桌上 我看他不舒服 就帮忙量一下体温 他发烧了 难怪 早上我看你那没胃口的 熊哥 这次夜夜 你怎么过来 夜夜听见你 生病了 过来看你 不舒服吧 长过水痘没有 六岁的时候长过 那就免疫了 不过小孩子生病可大可小 那去医院看一下 也对 好 那谢谢你了 我就先带Windy去医院了 好 如果真的不舒服 明天就请家 好 我看情况 好 走吧 Windy 我们去看医生 走 来 再见 麻烦你了 再见 好好休息 再见 妹妹不见 欢迎家咯 欢迎娅 欢迎娅 公主 你妈比较舒服一点 是 香香 我先給Windy吃點果凍 還是我先給她吃點熱的 等一下順便可以吃藥 剛剛你是拿藥的時候 我問我醫生 Windy是因為掌藥發燒 我沒有關係的 給她吃點冰涼的果凍 她會舒服一點 原來是這樣 原來小孩子長牙會發燒 這個以前我從來不知道 因為我們家Windy以前沒這樣過 有 每次爸爸都會做冰冰的果凍給我吃 原來是這樣 我那時候以為爸爸是因為看你生病 所以想要討好你 哄哄你 才給你吃果凍的 正環還真不容易 很少有男人這麼細心的 我也不錯好不好 可能是我那時候太忙了 所以沒注意 對不起 爹地以後會注意的 看什麼 這 這是什麼 這個醫生剛才交代的 都寫在上面 他說小孩子患癢了會發燒 沒什麼關係 那麼小孩子患癢應該怎麼照顧 應該注意有些什麼症狀 他們都寫 你看一下 小孩子患發燒了哪些症狀 面臨六到十二歲 乳牙患痕牙時期 部分小孩會發傷 但一般只要兩三天之後 就會症狀退傷 部分小孩會發傷 我小時候就不會啊 當然會了 你不記得了 你七八歲的時候呢 有一次我去看你 我看到你悶悶不樂躺在床上 又發燒 後來我帶你去看醫生 醫生說呢 你舊牙沒有拔掉 新牙長得出來 所以發燒了 後來把那個舊牙拔掉之後呢 沒有多久你生弄火不一樣 還記不記得啊 我們一起把那個牙齒 丟到別人的屋頂上面去 對 想起來想起來 我們一起把牙齒 丟到屋頂上面去嘛 對 對 為什麼要把牙齒 丟到屋頂上啊 為什麼要把牙齒 是這樣子的 以前人的說法呢 就是上牌的牙齒呢 掉下來以後要丟到床下 下牌的牙齒要掉到屋頂上 這樣的牙齒會長得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我以前的牙齒 都放到哪裡去了 你放心 Wendy的肌帶還有牙齒啊 你把臂全部幫你保存起來了 不用擔心啊 你把肚子餓了 剛才在醫院買了三明治 你也沒有吃幾口對不對 那也許弄點東西給你吃 不用了 因為冰箱也沒什麼菜 被我們鄰居煮光了 還是我打電話叫外賣 沒關係不要不要 反正Wendy要吃點清淡的東西 我簡單做個粥好了 你陪他看電視 這樣 那個粥在那裡 好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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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吃嗎 走 到中午了 不是說要送你早餐嗎 好 好奇怪 今天怎麼沒有愛心早餐 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應該不是特地來 跟我聊早餐的吧 對 文件給你 你猜那個方菲竹 他是不是覺得要換口味 所以你才把早餐趕前下午茶 小沛 方菲竹是塞了多少錢給你 你要這樣幫他說話 我再重申一次 方先生要送什麼東西來 我都無所謂 所以你不准再八卦了 聽到沒有 OK 好 要在那邊幹嘛 現在上班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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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好快 好像才瞎眼 这孩子就长大了 你醒了 妈 你怎么不叫我起床 我看你还在睡觉 想说让你多睡一会 你哪有人睡到中午 还不起床的 看你整天白糖 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肚子饿了 妈刚从市场回来 还没做午饭 不过有一碗豆花 妈 不用了 一早起床就吃甜的很腻 那赶快起来洗脸刷牙 我去弄午饭去 怎么了 还在痛 整张脸都在痛 姐姐真是的 根本就是一个怪力女超人 打弟弟一点也不手下留恥 你姐姐她这脾气一发起来就很难踩刹车 不过现在她已经收敛很多了 她做了小学老师以后 这个脾气跟耐心就被小朋友跟家长都已经磨得圆润很多了 妈 好了 我们去刷眼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新的牙装跟毛巾了 蓝色的就是 对了 你爸跟你哥已经坐飞机要回来了 你爸那个人他的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 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商量 不要突然又不见人意了 我不会逃避的 既然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我会好好面对你 小时候你最爱吃这家豆花了 每次都要加一大堆的花生 是啊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很久以前 有一座很高的城堡里面 住着一位王子 有一天呢 在大雪的日子来了 一个很可怜的老婆婆 她拜托王子让她借住一个晚上 可是王子却很残忍地就拒绝她了 拒绝她了 我 我讲得不对吗 没有 继续 然后那个老婆我就很生气 原来她是个巫婆 所以她就 是我约了线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不要误会 我觉得她是个巫婆 我真的念床边故事很好听 对不对 温妮 对啊 跟老婆好相 我只是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床边故事 觉得很新鲜 那我不打扰你们 你们继续 好 原来她是个巫婆 所以她就想尽办法 要害这个王子 这个王子非常聪明 要想办法 不要有孩子 好 子爷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爹地是你的小孩 可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啊 一家人不是要住在一起吗 其实 一家人不一定要住在一起的 重要的是心要靠在一起 这样就像爸比现在不在 你心里一直有他 他也很想你 那个心就靠在一起了 不是吗 可是 我觉得你跟爹地都没有这样子 那是爷爷犯了一个 无法原谅的错 所以 爹地在生你的气 那你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啊 就像每次我让爹地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一直抱着他跟他说对不起 他就不生气了 是吗 我也希望这么简单就好了 真的啊 爹地说每个人都会犯错 可是他懂得改过 这样子就能被原谅 好 好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故事把它看完 好 这样子 然后巫婆就把王子 变成一只很丑的野兽 但是野兽脾气就更坏了 只要有人让他不开心 他就把对方抓到大狼里面 有一天 一个女孩子为了解救 被抓到大狼里面的爸爸 就自动跟野兽提出交换 我知道 交换人职 爹地有交过 爹地好棒 当然啊 爹地是万能的 那你万能的爹地 好 剛剛不好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好 不过像您刚才这样解释 童话故事给小公主听 郑华如果听到的话会 蛮反感的 你不要想太多 因为郑华就是个天心浪漫的人 他希望小公主在充满爱 跟美丽的世界里长大 他认为小孩子的世界 不应该有坏人 这样子 对 对不起 没有 其实 我跟你都是律师 我常常会说一些 比较现实面的故事 给小公主听 所以没关系 这个冰淇淋 我刚才 本来拿去给小公主吃的 结果都被我吃光了 好 没事 你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好 好 我去拿 谢谢 熊 你快点啦 我再等一下下 你戴口罩干嘛 我妈妈说如果 要去温丽家教温丽今天的功课的话 要戴口罩你有没有啊 我只有这个 这不是口罩不行啦 放下就可以啦 这样就可以啦 这样真的可以吗 没关系 我还有秘密武器 我妈妈说过这个 可以烧 你现在抹没用了 到问题家在抹啦 好 你们两个放学不回家 还在干嘛 我们要去温丽家教温丽今天的功课 你们跟他的感情真好 老师可是我妈妈说要小心 不可以胖了 感冒 你们放心 刚温丽的爹地跟老师说 他是因为整牙才发烧 不是因为感冒 那就不用戴口罩和小婷了 对了 那我们赶快走吧 温丽一定还在等我们 好 回去收一收 赶快 来 路上小心喔 嗯 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年纪这么小还这么懂事 喂 妈 方庆竹呢 这房间喔 我看你今天不要出去买菜了啦 以免他要落跑 你已经出去过了啊 你还真放心耶 好啦 那你有多买一些菜吗 他这几天在外面不晓得吃些什么东西 好了 我先带回来路上了 待会见 今天老师教的是有趣的文字变化 一家人 一家人 不对啦 是这样啦 这样才对 一家大 到底是一家人还是一家大 对啊 真理雄 你到底会不会交啊 上去就打瞌睡是不是 我没有 算了 晓威 你来交Wendy好不好 好 我知道 这是木 我已经答对了 而且老师今天还有这样一句成语 我知道 破釜三招 好 好 真正小 再给你一次机会 破釜沉舟是吧 好好教 来 跟Wendy讲 破釜沉舟就是把船开到河中圈 用斧头把船打坏 用斧头把船给打坏 那这样船就沉了 然后里面士兵也会掉下来去淹死了 可以教他学游泳啊 你不要再误导Wendy了 好好教啦 小卫 到底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啊 好像是船沉下去 然后上面有人吗 我也忘记了 来 爷爷来告诉你们好了 是这样子 破釜沉舟的釜呢 不是那个釜头的釜 而是由古时候 士兵煮饭能用的锅 这句成语是指 就是要有决心的意思 懂吗 李姨啊 为什么军队的锅子要有决心啊 船成了要有决心 所以要用锅子把船打坏吗 不是 我来跟你们讲 那故事的由来好不好 这故事是这样子 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将军 他带领他的军队要去救他的弟兄 那他们渡了河之后呢 这个将军就要那些士兵 把他们煮饭用的锅子 全部给打破 把船也给凿沉 这就表示呢 有永远不回头的决心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都沉了 要怎么回家 士兵有戴有裤吗 不煮饭有外送吗 外送 他们这么做 就表示他们不回家了 那怎么可以啊 难道士兵还有将军 都没有其他的家人吗 不是 小公主 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回家 是那个将军希望他们非赢不可 可是没有外送 脖子又破了 那不会肚子饿吗 那如果不小心 掉进河里怎么办 我 我 我没责了 我 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又不能回家 如果你们是士兵的话 会不会怕被人家抓住啊 好 那你们说 不被敌人抓住的方法是什么呢 打败敌人 要打赢 要打赢他 没错 自己说你终于答对了啊 那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那我们继续上课吧好不好 今天有上课 今天有上课 这一题 这一题啊 对 好 问题有看过这一题吗 我 老师还有教这边 妈 我来了 我还在吗 她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 你不用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 拔根格今天就要回来了 为了她跑掉怎么办 她说过了 她会勇敢面对的 她如果会勇敢面对 会一生不可能就被退学 一生不可能跑回台湾 还一生不可能被我逮到吗 我趁拔根格回来之前 好好念她一下 叫她跟拔讲话的泰哥少也好一点 你不要凶她 我知道了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 就是没有我 房间什么 姐 懂不懂礼貌啊 所以房间也不敲下门 我什么时候敲过门啊 那我再换衣服怎么办 不是 你是我弟啊 我从小帮你换掉不换到 但你前面上下哪个部位 我没有看过一串老金子 我不是小孩子了 你就算长大七十岁 你还是我弟 来 方静主我警告你 把他回来之前 你不要耍什么花招啊 你放心 我好不容易才回到这个家 不会这么轻易就离开了 那是国外待太久 中文的逻辑有问题是不是 什么时候好不容易回到这个家 你不懂了 对 你最懂 现在不是要争辩谁比较懂 既然你已经打算面对了 我提醒你 跟把他讲话的时候态度好一点 姿态放软一点 尽量跟他道歉 可以的话就撒个娇 或者称赞他什么的 你现在不讲话是怎样 是不是打算认错是不是 不管认不认错 我早就知道了 爸爸一定会先痛打我一顿 你本来就该打 但是姿态的高低 结果是有差的 差在哪里 全残跟半残 你会有中文还有英文呢 我先用中文给你看 我试试看 中文 消防车 然后他还可以用英文 英文 火车 英文 好棒 Wendy 快要吃晚餐了 有没有想吃什么 好吗 好久没吃粉肠了 你以前很爱吃的那个粉肠 爷爷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对啊 不过粉肠要到外面买冰箱没有食物了 我们大家一起去吧 我们走吧 好 走 走 这个时间 除了喂新猫 会来吃晚餐也外就是 不要讲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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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唐律师 你们队不在 撤退 撤退 烤肉 吃 美女 啊 Wendy 唐律师 你看 我买了好多菜 要来做饭 你们在不在快开门 好重喔 Wendy 唐律师 我今天要做那个芥兰牛肉啊 炸丸子啊 糖醋排骨 还有意大利面 跟烤鱼 都是郑华的 打手菜 对不起 要吃饭 我吃饭 我吃饭 到底是谁啊 你不知道郑华在那个社区的魅力有多大 他才一出国 让议员团的粉丝全部都找上门来 尤其是门外这个头号粉丝啊 你要是放他进来的话 他不到宵夜结束 是不可能离开的 永远在家 好 你这样逃避也不像你的个性啊 我有那次去开门拒绝他 你拖一试 试一试 姐 来 请就他 不要 我是真的怕他啦 但是因为郑华是这个社区的主管嘛 我怕他担心我跟邻居会伤得很晚 所以为了郑华忍一忍 又有多久 再一下下 应该很快就好 永远在家 李宏弗华忍一忍 有多久 好久 只要妳很想媽咪 媽咪很想妳 媽咪很快就回去了 妳要乖乖的聽點妳的話 等媽咪回家 Wendy 聲音 他們很久 都到晚飯時間了 怎麼還沒回來 媽咪 媽咪 不在家 我剛才按過門鈴了 就跟妳說不在家 妳按就有人開門 我剛才按都沒人開門 Wendy 不在家 聲片 聲音 我要聽聲音 聲音 聲音 妳來這邊 該不會是想要聽 振華的聲音 她都出國了 妳怎麼可能聽得到 她的聲音 妳不要那麼堅持好不好 妳要 妳要振華是不是 我給你 在哪裡 這裡 這裡 這裡全部都是振華的味道 一樣的 那當然 這些全部都是振華 教我做的 開動吧 妳要幹嘛 我做的它有這麼好吃 妳要把它劃下來喔 我做的它有這麼好吃 妳要把它劃下來喔 這是什麼啊 要聽話 要聽話 要聽誰的話 妳要看 sí 剛剛昨天我剛剛上學的時候 身材俗 跟妳差不多 還差不多 噢 噢 不不不不 跟台比妳好 噢 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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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正华就是太疼我了 我想要吃什么 她都教我做 所以现在要变这样 咬十下 什么意思 吃不饿 要干净 不用啦 正华又不在 有刚刚津津漂亮又亮亮给谁看吗 不过正华到底是要去多久 240 什么意思 无小姐 我要出国十天 为什么你有这个我没有 你刚才说要听话 该不会是要听正华的话吧 你刚才说要听话 我很认真华 大家也很听我 我什么都不来关心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这里也痛 这里也痛啊 果然你也喜欢正华 不等 我跟你讲 喜欢呢 就是 你看不见到她的时候呢 你会一直想她 一直想她 然后想到她的时候呢 心里就会满满满满的 想到她的笑容呢 你的心里也充满了笑容 可是想完之后呢 又觉得很空虚 很寂寞 对 这种痴心绝对的感觉 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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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不够多吃点 不够 我知道了 有一个东西 有了它 你绝对你疼 我疼 好 好好想没声音 那我回去你提提看 好 警報解除啦啦 走啦 好 等一下 爹地再去看一下 再確認一下 真的走了 可以去買菜了 趕快穿鞋子 爺爺 我想吃 你喜歡吃個粉茶 好啊 那沒關係 喜歡吃的 爹地喝的就好 好 爹地先去按電梯 爹地 今天大姐姐都沒有來我們家吃飯 沒關係 大姐姐如果肚子餓的話 自己會來找我們吃飯對不對 況且等一下去大賣場的時候 爹地再幫他買一些義大利麵 還有黑子的貓罐頭 回來之後明天早上 再拿去給他就好了 好 爹地先去按電梯 來 好 張律師 妳在幹嘛 知道了 妳在找方非主喔 怎麼可能 我真的覺得 李布應該來律師事務所上班 應該去數字週刊或水果日報 妳覺得怎麼樣 好了 斷我多嘴 可是今天方先生一整天 沒有信 沒有早餐 沒有電話 沒有訊息 也沒有叫我偷拍你 你不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我覺得奇怪的是你吧 你被制約了 可是如果連我這個 在旁邊化修的人都被制約了 更何況是你 而且已經中午只喝了一碗湯 應該是在一個安心下午茶 是因為天氣太熱我吃不下 OK 反正我覺得這方先生 他要嘛就是要準備 更猛烈的追求方式 要嘛就是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